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父親的太子女簽約 如果很重要的就過去吧 很少見著熊老婆 叫我老公不用在家裡過年 慢慢的會發生事 一人很穿著你, 你跟著我怎麼辦 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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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媽 一元呢?有沒有一元的消息? 怎麼樣? 阿姨, 是生是死都找個人告訴我 奶奶, 我們沒有一元的消息 不過你別擔心她一定會沒事的 你還說 這天都是你送我一元去買賣的 現在她生死未知 你安慰了 奶奶, 媽媽 意外的事沒人預計到的 你不要怪Conny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跟她吵架了 所以要她去送死 你要我來作家 過年過年都不安樂, 是不是? 奶奶, 怎麼會這樣呢? 總之日元有什麼三長兩短 我是不會原諒你的 奶奶… 你出去, 我不想見到你 媽媽 看著廟話, 你出去走 媽媽 好, 那我下來 是嗎?媽媽, 拖命說朱Sir來了 你們下去吧, 我看著伯母可以 有什麼通知我們? 會的, 那你休息一下吧 好 別這麼擔心, 伯母 我一定會幫你找Marcus回來 你問Miu姐怎麼樣?沒什麼? 剛剛醒來, Angie正在陪她 我今天收到父親的消息 那天黎大小姐在酒店裡 被那些暴徒亂槍打死了 那我大哥呢? 你知不知道他有沒有事? 我當然會問 但是黎大小姐的伯母說 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 只知道酒店裡有很多女客 還在混在裡面, 很亂 糟了, 那我大哥有沒有事? 放心吧, 別這麼擔心 Marcus不會有事 朱Sir, 黎小山死了 那父兄應該由她弟弟黎永仁接管吧 父兄那邊就說 跟客人聯絡 做的生意全部都停了, 不再談了 我們也有份 那就要想辦法怎麼應付 那黎永仁不得反對父兄 那我們計劃就棄手吧 大哥也不知道有沒有事 你們不要再去討論 收購不收購這些事, 行不行? 那就是因為你大哥不在這裡 不能夠因為他不在這裡 那就算了 我們就要想辦法怎麼應付 翠明家已經很亂了 謠言換天飛 所以要盡快搞定父兄 這幾天都是假期 我們都做不了什麼 唯有看好些 希望快點有Marcus的消息 我們現在各自想想 對於收購父兄有什麼後備方案 等開會再研究 我想去看看媽媽 我陪你上去 我知道 我陪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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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我 race 我去問你 那是你呢? 當人家百億出事都是這樣 一年裡有這麼多打擊 我不知道是Mill媽是否算是主 總之你要準備出來支撐在場面 什麼? 你要有心理準備 萬一你大哥真的在那邊不能回來 那你就會出來 不然卓家或銀行要全部支撐住 我是哥哥 以前在十八就說我們兩個人 每年都是孤單過節 打算今年沒死了 跟卓家上下熱鬧鬧的吃一頓團連辦 誰知道到頭來 又我們兩個回來吃職吃麵 有了,現在沒想到 我也沒想到你們卓家的事越來越上心 卓一元他生死未卜,又很令人擔心 我真的沒想到上天 他不知給我機會做卓一鳴 還給我機會娶到卓一鳴 卓家對我說 他如果卓一鳴有什麼不測的話 我絕對有可能可以掌管萬機 你不是吧?就算他不是你親生大哥 他對你這麼好,你真的想他死嗎? 我何時說想完醒? 你沒說,不過你又想 生虎仔,我現在這麼辛苦 在這裡做卓一鳴,明白嗎? 我只有一招富貴而已 我有機會可以獨攬大權 我這樣想很正常,對吧? 我情願你不正常 你今天看不到卓家上下 為這件事幾個不開心嗎? Milk媽只剩下半條人命 你忍心看到卓一元嚇死而香 那Milk媽大受刺激嗎? 那你說我應該怎麼做? 立刻去賣賣,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我不會這麼多,你怎麼看一國這麼亂 你想趁這邊七國這麼亂,搏上位就真 你不理會你 二少爺,你來得正好 快幫忙勸一下Milk姐 沒人搞得她行 怎麼樣? 不可以,反而你昨天才是黃海 不可以讓你打開,你來得正好 你幫忙勸一下她 她是說要去賣賣賣一元 什麼? 你亂一下她 我等她一天一夜了 都沒有一元的消息 我不可以這樣等下去 我要找一元 Milk媽,你不要去賣賣 我也是賣賣,不是藍丫島 你人生路不送,英文又不懂多句 你怎麼找呢? 是呀 如果是去,等我去 一元之所弄得身體未熟,都是因為你 我還嫌累她不夠嗎? 你是不是要過去送她一程? Milk媽,你別這樣說Conny 其實她的心也很難受 是呀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不如叫二哥過去吧 不行,宋喜之日兩休仔 阿逸已經有事了 如果欣明過去還有什麼事的話 我怎麼跟你死鬼老頭交代 這個又說不能去,那個又不能去 那要不我去了 不行,你大哥剛剛出事了 你還要面對很多傳媒 我們幾十歲人,我不怕死,我去找一元 你怎麼不認識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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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不認識貓呢? 你怎麼不認識貓呢? 你怎麼不認識貓呢? 我也是 但你現在問何然走過去有什麼事 那怎麼辦呢? 與其在那邊遷消息 留在香港,叫有個照應 還有現在財爺在那邊 有什麼消息的話 他會第一時間通知我們 我也知道,一定是好消息 所以我們不可以自亂陣腳的,知道嗎? 是呀,媽媽,二哥說得對的 衝動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如果誰過去了,有什麼事 我們就更擔心… 是呀 一鳴,你答應我 不要讓一元有事 你放心,他不會有事的 Angie 我看看他 Mardis,你不要有事 Angie Angie,你去哪裡? 放手,我要找Marcus,我有機場 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 就憑你一個人,你可以做什麼? 你不要妨礙我,我就想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都看見Marcus,我死在一起 你不可以一個人去,你冷靜 放手,別管我,放手 你冷靜止 你現在這麼衝動地走過去 不僅救不到一元 分分鐘連你都出了事 萬一你出了事 我不是只要救一元 我都要救你的 拜託你不要在這個時候 再加重我家人的負擔吧 你現在這樣走過去,是等於什麼? 告訴別人你愛他嗎? 你告訴別人卓一元對老婆不忠 我才是他太太太,我才是卓太太 如果你要去,我會去 如果你想跟他說什麼 你讓我老公平安無事回來 你再說吧 媽媽祝你們兩個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好嗎? 好 好 媽媽,爸爸給你 謝謝媽媽 媽媽,爸爸給你 謝謝媽媽 年年大年初一 爹地和媽媽都一定會派禮事給我們 今年爹地不在 就連著連飯都吃不到 我和弟弟真的很擔心爹地 媽媽,爹地在哪裡? 他是不是又也回不了你? 不是,怎麼會呢?不要這樣 不會的,爸爸是遇到一點點意外 他一定會平安無事回來的 他要回來看你們的,是不是? 不要這樣 你們倆聽媽媽說 我要你們答應我 要聽媽媽說,聽姑姑說 琪琪你是姐姐 要照顧弟弟,不要嚇他,知道嗎? 媽媽答應你 我一定會幫你找回爹地 好嗎?你乖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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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你在香港繼續等消息 我想你也很難受 總之你放心 我不會騷擾你做你的事 我只是想見Marcus平安無事 如果真不幸他有什麼事的話 我只是希望可以跟他近距離一點 給他支持他 我現在只知道我要過去找一員 我沒時間跟你再周旋 你長這麼大, 你要做什麼 沒人可以控制你 不過你去到麻買之後 最好有分寸點 如果你再這麼衝動, 搞出什麼事 我不會跟你客氣 我叫蓬姐發芝莉蓮膏給你送 不用了…你也錯了 這個時候哪有壞口吃東西 對了, 有沒有卓山消息? 那Miu姐呢, 她心情是不是很差 二少爺…你有沒有見到大少奶奶 兩個小孩子說 鬥完禮事之後就沒見我的媽媽了 現在在扭動了 她媽媽出去了 糟了… 撞鬼, 你什麼嚇死人了 Colly給我一個短訊 她說和Angie上了飛機去找一員 叫我們看著Miu姐和兩個小孩 什麼?什麼看著我和小孩? 是… 是不是一員打來報平安嗎? 不是… 媽媽, 坐下先 那是什麼? 什麼?大嫂和Angie 去買買買找大哥嗎? 那邊這麼亂, 他們過去幹什麼? 還是我不好了 一員出了事, 我不應該習慣Colly 如果他們有什麼事, 那怎麼辦呢? 要買沒事的, 財人在那邊 會接命他們的 最壞的我又走不開 大總管, 不如你過去看看他們好嗎? 那也好, 多一個人多一個照應 一鳴, 這裡很多事都靠你了 太太二少, 外面來了很多記者 不斷追著小姐來問 一鳴 不用緊張, 我出去看看 小姐, 有沒有赤先生的消息? 如果赤先生不在 會否影響萬機的運作? 胡兄, 黎大小姐已經愈害身亡 會否影響到你們萬機的收購? 對不起, 事情還在處理 暫時無可奉告 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開記招向大家公布 馬上去發表一下 是呀… 各位…非常感謝各位的關心 有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兩萬萬的同事 你剛才已經聯絡到卓一元先生 他非常平安, 沒事, 多謝大家關心 對了, 卓先生何時回事? 對, 現在我們在哪裡? 對, 在哪裡? 對, 在哪裡? 今天新精頭, 大家開工 大家來拍例子, 大家龍馬精神 卓先生那邊有最多消息 我們會開記者專課會向大家交代, 來 如果剛才英明說的話是真的 你說多好呢? 廟媽 我剛才不是完全說謊的 我相信大哥他一定會被案發明 不知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好像這杯茶 給官員看, 他只有半杯茶 但如果下官員看, 他起碼還有半杯茶 對了, 媽咪, 我們也要配有希望 大總管去到萬賣那邊 一定可以把哥哥和嫂帶回來 對了, 喵媽 今天新精頭應該開心一點 應該像你的名字一樣 喵媽, 顏姐應該微開眼笑才是 對吧? 其實欣明說得對 今天大年初一, 我不由苦瓜乾 應該笑著這樣, 是嗎? 還要像我們的名字一樣, 團結一心 富貴必人來 還有我寶物尋龜體, 你們呢? 恭喜花床, 龍馬精神, 笑口長開 好, 乖… 奶奶給你們利是 乖… 對了, 欣明 今年是你第一年跟Miu媽拜年 Miu媽給你一封大利是 謝謝Miu媽 其實這次真幸運有你在這裡主持大局 既然是一家人 不如搬進來跟我們一起住吧 搬進來? 對了, 二哥 有你在這裡坐鎮, 大家心裡比較穩 對了, 有你在這裡坐鎮 我去曼衛也去得比較安心 對了 不是, 連沙煲仔也肯放人 你一定要搬回來住吧 既然阿榮在這裡說, 正確 應該有個男人坐鎮 讓大哥回來再算 你怎麼這麼說 這房間, 大哥用了心思設計 你日常換了衣服和睡衣 媽媽叫大哥幫你準備好 終於我搬來了 媽媽很早就想你搬來 他說這樣才叫一家團圓 不過沒想過在這種情況下你搬來 剛才說得對, 一家團圓 大哥很快就會回來, 放心 後來的警察和警察 政府有一個警察 警察有一個警察 指出如果警察不斷製作 在一小時內 會提升到下級的情況下 需要的力量會被控制 是 他們說大爆炸的死傷只在這裡 他們…怎麼不見到他? 裡面那些…我們那些全都是死的 我是Marcus 阿… 阿… 來 一元 小姐 對不起 你…你是不是卓太太? 他叫我卓太太,你怎麼會認識我? 我在卓先生的錢包見過你的照片 你見過卓先生? 我在酒店做事 我在那裡招待過卓先生 你見過卓先生 你知道大爆炸的時候他在哪裡嗎? 當時很混亂 那些暴徒四周開槍 期間我看到卓先生 卓先生叫我帶他走 他還把他的錢包包所有錢 還給了這張錶做暴徒 你沒用以為你帶我離開這裡嗎? 卓先生 你走吧 你怎麼樣? 你走吧,卓先生 外面有錢的 你現在怎麼樣? 卓先生應該說得及 想來接應他的車 在爆炸之前離開了酒店 卓先生 我不是太清楚了,卓太太 我只是答上答,給人家錢 才能拿到這個門櫃而已 無論如何卓先生在爆炸之前 離開了酒店 總算是避過一劫 你怎麼回事呢? 我… Angie Angie 幹什麼? Angie,幹什麼? 我們來看,快看他,他暈倒了 暈了一陣子在夜,Botter… 卓先生,醒醒… 醒醒,好… 醒醒嗎?小心… 小心,站在這裡… 對了,慢慢… 好,先敲臉吧 你醒醒就好了 例如Joke Sir,幾乎剛才這樣 心臟病發得像 沒事,蔡爺 你別告訴爸爸,我暈倒了 豈不是嚇死他了 你懂得這麼想,應該馬上回香港 總之我還沒找到Market 我一天都不會走的 你真的很關心日元 我留在這裡陪Cony 大家有個照應也好 你還說照應,剛才暈的那個是你 對了,說你這麼聰明 反過來他照顧你 總之你不用勸我了 我一定不會走的 算了…你們不如回房間休息一會 等他也休息一下 好… 我先回房間 休息一下 走了 Cony,到這時候 我不是再想跟你搶什麼 我只是想等Market的消息 你讓我留在這裡好不好 我不是不讓你留下 就像你剛才的情況 突然間遇到 如果你有什麼事 要我怎麼跟你爸爸交代? 我沒事不要緊 最重要是Marcus不要有事 雖然他逃過這個態度 但我們現在也無法聯絡他 我怕他再遇到什麼不散 我怕…以後都無法看見 如果你想留下來,你不要這樣 你聽我說 如果你想留下來 你就要有氣有力 不想吃到吃點 你不是很討厭我嗎?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就算我們大家有什麼恩怨 我想都應該暫時放下 一元雖然逃過了大爆炸 但他現在在哪裡,是生是死 我也不知道 我們還有很久找下去 對,如果你想留下來 你聽我說,你要撐下去 你知道嗎? 你也沒有給自己休息 我們兩個一定要撐下去 我… 可不… 怎麼回事? 姓翠的香港人 是 我們來接比一下上車 好 上車 你想帶我去哪裡? 我認得你 你就是那個有錢人 翠一元先生,對不對? 來吧 枕頭也拿過去走 你想在那邊住很久嗎? 演了醉了,不捨得我嗎? 你說呢? 對了,我們這麼多一年沒有分開過 我明白的 不過這次這次 Milk媽很需要我 我沒理由不理她 我知道 我也覺得就算你不飛去 馬馬的船一元 也應該去她家 幫她照顧家人 對了 看看是怎樣 她的銀子真的會追求我嗎? 我會在哪裡? 好…好 好,先分開人 再見 太好了 你怎麼這麼興奮? 快換衣服, 出發 你去哪裡? 你知不知道 今晚就是你大哥的關鍵時刻 但是要靠你了 什麼? 現在叫大哥不在 就是我上位的好機會 也就是我撞下那塊蠶的好機會 什麼好機會? 我們收購父兄銀這件事 那塊蠶又減不了 我想插手, 他又怕他要攻 所以這次我必須暗渡陳倉 阿翔, 如果搞定大少爺的話 我卓一鳴就可以一鳴驚人 這臭高佬也搞不定, 你行嗎? 所以這部教你 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你那個聯絡人的消息可不可靠? 可靠的, 他畢竟是父兄高層的比書 要不然我打電話給他雙重確認 是, 我是Tiger 我想雙重確認 今天的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好的 喝吧, 喝吧… 繼續吧, 幹什麼呢? 楊少爺 其實我們萬機真的很有誠意 想收購你的父兄 我大哥和你姐姐也談過 你別跟我說他 我跟他一向都不合適 經常說我是敗家, 沒什麼用 賜著自己的股份比我多 在那裡二文二文, 沒巴之幣 我跟你說 我不管你之前和他聊過什麼 現在我開裝 所有事都從頭經過 從頭經過? 打電話沒問題 今天燈來找你 就有誠意想跟你從頭經過, 是嗎? 說得對, 說得好 不過我現在沒想過賣父兄 他現在又不是賺不到錢 就任由他擺放一下, 是嗎? 說不定我開裝, 更厲害一點 是嗎? 一定很厲害… 不過我真的很想有機會和你合作 好嗎? 就算了吧 先喝杯…別說不太多 來… 來… 喝杯… 我們要喝人性喝 你喝好了 快點吧, 你去哪裡? 會不會在做什麼? 這裡撞到人 不是吧?撞到人?不要嚇我 行…我看看… 他怎麼樣? 不行 不行… 還好 走開, 死了 你別過來…你看 整地老將, 杏仁壺, 杏仁壺 那…那怎麼辦? 怎麼樣?怎麼辦? 大埔, 你補大埔吧 香港, 你醉酒駕駛 撞死人要坐牢的 坐牢?不行的, 那怎麼辦? 好, 我幫你 我幫你處理一項事 你記住, 我幫你 我幫你處理一項事 你幫我吧 好的 你走…我幫你 好, 你記住, 我幫你 行, 你走… 放心 好, 來 走 走… 大叔公 你嚇死了 你還說我嚇死你? 我剛才被你踢死了 那你死了沒有? 那你死了沒有? 那你這戲也不錯, 真棒 這次真棒 我們萬機絕對可以收購富卿 沒問題 我還以為做好正職之後 就不用再做老千, 不用再騙人 誰知道還是要重促 你不用內疚 沒有, 那個敗家仔的錢 他父親的錢 如果不賣給我們 他父親不賣給我們 就不一樣被他敗了, 你明白嗎 你有你的道理 我當然有道理 不過大沙波 我以後都不想再做這些事了 你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我以後都不想… 你聰明一點, 幾天才開竅 現在的痛腳掌握在我手裡 我遺所欲遺 一定能夠做得到 別想太多, 不要這麼複雜, 好不好 乖 來…喝茶… 知道一元是酒店爆炸之前走出來 我心裡才比較穩定 我一向都說了 大哥一定是天上的 但為何大哥到現在都不打電話 跟我們報平安呢? 大家不用擔心 等那邊的局勢穩定之後 他自然會聯絡我們, 是吧? 這幾天我神筆守舍 也沒好好招呼大家 我進去煎蘿蔔糕給你吃 好… 我幫你忙 一心, 欣欣, 你開了麻雀桌 選一些卡拉OK碟出來 我們吃東西一起玩 好… 對了, 湯明 我們收購父親的那件事 你進行如何? 我昨天本英是約了黎永仁談的 誰知道他臨時失敗 現在跟他秘書要安排 不用了, 我已經游說到黎永仁 你怎麼會談過你? 我昨天在會所遇到他 跟他吃一頓飯就聊天 聊天聊天, 誰知道他可以了 不過他有一個條件 他必須要慢機, 獨資收購才行 但我們跟金達一早已經簽了合作協苗 現在談好了就踢人出局 會不會沒有道義? 他們隨時可以告我們 總之今天發生這麼多事 灰色地帶要爭執 不過這次一明立了大功 這件事來交給他跟進吧 一明這麼短時間 就可以說服黎永仁 你真是聰明, 有本事 真是苦苦無犬子 真是聰明, 真是聰明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你怎麼說服他 誠意, 或是談判技巧吧 如果大家沒問題的話 我想盡快跟他簽約 跟金達合作收購富卿 一直都是Marcus堅持的方向 我打算要等Marcus回來 再開股東會 才跟富卿簽約還未簽 這也對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Marcus的消息 我想他應該會很快回來香港 你覺得對 應該等Marcus回來再次打算 Marcus Marcus… 卓太太是嗎? 我是卓太太 你是誰? 你叫我老闆聽電話吧 他沒事 前天我打算送他去機場 誰知道原來他是大有錢人 你想不想聽聽他的聲音嗎? 大哥…別打我, 我求你別打我 Marcus…你們別打他 你們別打我老公 你有什麼?你說, 你想怎樣?你說吧 明天晚上一點, 準備五千萬美金 記住, 我要錢的 好, 我給你, 但你答應我 你不可以讓我老公的頭髮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Marcus被人保佈? 來吧 這麼勤力,拿點東西回家做 大哥不在,當然要勤力一點 你不用這麼謙虛 你連父兄的黎永元也搞定 沒什麼難倒你 是,湯明,其實我知道 你不是這麼反對獨資收購這個方案 因為大哥堅持,所以你站在那邊前應 但是你想想 現在黎永元是他自己要求獨資收購的 為什麼不順序他做 為什麼要是金答做策略性股東 你不怕得罪虛嗎? 你不用說服我 總之所有事情,由Marcus回來才決定 沒錯,獨資收購無疑比萬機更大的利潤 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說錢 我答應了Marcus,我就會盡力執行 大件事了… 什麼事? 他在賣賣被人綁架了 為什麼會這樣?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剛才Cony打電話來 說叫我們準備五千萬美金的贖款 明天下午就要交錢 立刻報警 那行,Cony說不可以報警 如果綁匪知道我們報警的 就會馬上撕票 那現在怎麼辦? 明天你,他們要錢,但是這麼短時間 怎麼籌這麼多錢呢? 我馬上回銀行檢查一下 然後打給財爺再相約 好,不過這件事千萬不要跟其他人說 又是是Miu媽,我怕嚇倒她 好 菩薩在相,求你大慈大悲 保佑一元、Cony和Angie 能夠平平安安回到香港一家團聚 菩薩保佑,保佑我大哥 可以大步濫過,平安回來 卓家已經失去了崇禧 不可能沒有埋一元 我寧願接受十年、二十年 都想換上兒子平安回來 求菩薩勝存 菩薩…不要批准了 菩薩,請你保佑Miu媽長命千歲 四五六七代同堂 如果要接受的話,接我去受吧 你瘋了嗎? 不要菩薩還要這麼說話,會接福的 我接受也不要緊,何況接福呢 走…不准亂說 一鳴,你和一元對我來說 也很重要 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 一元還沒有電話回來 會不會有什麼意外呢? 我又開始擔心 妙媽,不用擔心 現在有菩薩保佑 大哥一定不會有事 那倒是 對了,竹Sir告訴我 我告訴你,你很聰明 談好收購款銀紅那件事,是嗎? 沒有,還沒成事 竹Sir告訴我 Topman影響了那些董事,留難你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Topman的對事不是對人的,是嗎? 不過有時候 我在工作上跟他有些看法不同 你不用怕 竹Sir,妙媽支持你,你放膽去做 誰留難你,不給面子你 就是跟我作對 我不會給他面子的 有妙媽支持我 我的腰都當堂直了 財爺,Topman 我查過銀行現金注備了 可以拿到五千萬美金 但是如果要電匯過來孟買 首先要經美國,然後才來到孟買 前來要二十四小時 我們沒時間了 明天一時要交贖款的 我知道 我們這麼短時間之內 怎麼可能會籌到這麼多錢 就算我們真的籌到這麼多錢 那些綁匪是不是真的會放人? 怎麼家裡會發生這種事? 明明,冷靜點 怎麼冷靜?我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我只會在媽媽和兩個小孩面前做戲 我根本就幫不了一件事 我又幫不了阿哥,又幫不了… 明明,冷靜點 你聽我說,我知道你很緊張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堅強 不可以讓Miu媽和那些小孩擔心 我是二哥,有什麼事,我一定會出來撐住 我不可以讓卓家任何一個人有事 真的嗎? 真的嗎?你放心吧 我是二哥,我是卓家,你明白嗎? 一定不會有事 Taman,怎麼樣? 怎麼樣? 衣服款怎麼樣? 放心吧,解釋了 因為電會要太長時間 所以我聯絡了 搶到先生的夢買一個朋友 強調給我女士 那就好了 把妹妹交給你 不行… 辛苦你了 累嗎?我倒杯茶給你 不用了 對不起 幹嘛無緣無故對我說對不起?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自己也不及一命可以安慰你 別這麼說,他是我二哥嘛 我知道,是我自己做得不夠好 給我一點時間,我一定可以做好一點 Tamman,現在銀行只有二哥看著 我知道你一向都不會很滿意他的工作 但這個時候你就幫幫他吧 你說收購夫人的事? 你放心,他始終是你的家人 我也不想跟他搞得太強 你下車吧 Cony,我們說過要一起撐的 是呀,你讓我一起去吧 你現在想回頭,還來得及 總之我答應你 一找到一員,我會通知你 不用了,謝謝 我沒事 我相信馬上出地會和我沒事 謝謝大家 陈太太,你快給錢準備好了嗎 我錢準備好了,拿去哪兒 再過三公里,前面有一條橋 我看你坐下來的 你把錢去撐車邊 我們一收到錢,立刻幫你老公 喂? 一元,你究竟去了哪裡? 我去哪裡? 你? Conny,你和Angie那邊沒事吧? 婆婆,我們沒事 老師,我現在準備出去找一個朋友 看看我能不能幫忙 那我是否有一元的消息? 有點眉目,我有消息,我會盡快通知你 你別騙我 我剛才不小心打破全家福 好像有些不祥的預兆似的 怎麼會呢?你別亂想 總之你放心 我一定會平安地帶一元回來 那我全靠你了 對了,Conny,之前我罵你的說話 你不要站在心裡 怎麼會呢?婆婆,你放心吧 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我真的沒辦法像你這麼鎮定 你不怕嗎? 怎麼會不怕 你不怕,我心裡已經在震動出來了 喂?一心 媽媽剛才剛打電話來 我現在趕著去交贖款 你給我看著媽媽 別讓她再打電話給我 你怎麼說媽媽打給你? 是啊 我一點點前一定要去到交贖款的地方 要不然他們會撕票 什麼事? 喂,我被你拿走 快點調遲吧 Angie Angie… 你怎麼樣?你沒有事 我先去找你 這間就是沙巴首府亞美 最大的華人廟宇,葡萄寺 早在六世紀 已經有中國的商人來買木材和香料 到了十九世紀 更加有大量的華人結聞來這裡 而現今華人佔沙巴的人口比例 大約是二十幾個百分 主義是信奉佛教和道教為主 沙巴對其他宗教都相當包容 除了回教之外 還有天主教、印度教等等 於是為了 在佛陰宇 最大的